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点直播 1点弹幕高清 超清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 广告最终妥协登背来 重返巴萨训练场表情 慢慢复了 50% 75% 100% VDN0027YHVQNF 播放模式Chromio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狂高848x480音量50% 视频协议 H 17870201本地日志,点击下载,点击清楚,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最终妥协,登北来重返巴萨训练场表情慢慢不乐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。 而S047661151686404800,点视频,最终火鞋登北来重返巴萨训练场表情慢慢不乐,时长约一分,腾讯体育8月十日训,据世界体育报报道,尽管巴萨已将米娜和哥麦斯送到了爱福顿,但巴萨今下的经理阵容计划还没有完全结束。 之前巴黎圣日尔曼,PSG和摩内哥对拉基地其有意,不过克罗地亚中场不是PSG的唯一目标,他们还想要法国国脚,奥斯曼登北来,世界体育报称,PSG方面已经关注了登北来许久,并试图接触球员,巴萨方面了解PSG有意已经登北来,但目前PSG并没有实质性的报价,他们只是表达了对登北来。 有意的数不异象,如果PSG方面正式为登北来报价,巴萨方面会开会研究放人的可能性,也就是说,巴萨并没有关闭出售登北来的大门。 一年前,巴萨赤子1.15亿欧元追加条款3500万欧无法兑现,从多特蒙的天下登北来,在法国飞翼的表现离巴萨预计还有一段距离。 整个赛季,24次出场4球9助攻,实在难与1.5亿欧元转会费联系在一起,到PSG方面还是想将法国国奖带回法奖。 体育经理安特罗恩里克,已与PSG主席赫拉菲,叹套了引进登北来等相关话题,主帅图赫尔也想要新日就将。 法国媒体巴黎联合报,昨天报道,那PSG追加登北来的消息,他们以PSG梦想签下登北来为提成,阿里体育经理安里克和球员身边人见过几次面。 PSG主席和主帅图赫尔也支持这币交易的操作,现实是,巴萨方面的报价可能,不会递约1亿欧元,登北来违约金条款14亿欧元, PSG肯定不会像去年2.2,两亿买断内马尔一样暴力签下登北来,剧转会窗口关闭,还有20天,PSG方面还需和巴萨运回,牛牛。